严喜攻略红了耳琴,红了阴落,唯独带着记忆投资的他,凉了,严喜攻略自打开播以来,目前的收视率已经突破100亿了,于正这次真的是打了个翻身仗,就连于正自己也没有想到,这也充分证明了于正的实力,随着严喜攻略的热度不断的提升,这也让我们也重新认识了剧中颇为有实力的几位演员。 这也让观众们对于正也有了新的认识,大家都知道,于正之前制作的电视剧的风格一贯都是,不管从服饰到剧,还是不仅台词,都常常会被观众们说于正太过敷衍,不是太用心,但这不严喜攻略,没有了花红柳绿的色彩,反倒赢得了大家的好评一片,严喜攻略这部剧,这次不但在服装不仅上下足了功夫, 就连在人物的终容上也更加符合历史记载,比如宫中的嫔妃,宫女们也必须是一二三弦,口红也必须只涂下唇等,虽然在刚刚一开始的时候,观众们对于剧中口红只涂下唇,的画法有点无法接受, 但后来观众们却越看越顺眼,在这部剧中,演员们不论是颜值还是演技可以说都双双再现,尤其剧中有几个角色,惊吓显得格外的突出,给观众们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,不得不说,这次与正雪人眼光还是非常不错的, 我们首先来说一说在演技攻略,中央观众们羊羊羊的尔琴,想必大家已经知道了剧中尔琴的扮演者是苏青,其实,苏青已经是一位老演员了,那究竟是什么让观众们们记住了拔丝尔琴这样一个可恶的角色呢? 接下来来带您深究一下,其实尔琴这个角色一开始的时候还是非常好人喜欢的,刚开始的尔琴长的端庄大方,一直都在复查皇后身边恪守奋奋,以心意义的服饰着复查皇后,对英洛也照顾有加,直到想要嫁入豪门的尔琴,因爱而不得时就开始了后来的黑化历程,才开始了处心积虑的设计, 阻止复查复衡迎娶为英洛,而复查复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被破取了尔琴,就算已经结婚了,尔琴发现复衡居然仍爱着英洛,在嫉妒性的驱使之下,让他不断黑化,变得激进疯狂,后来的尔琴还与复查复衡的弟弟复查复迁有染,给复衡戴了一顶凝复其实的绿帽子,最后趁机进了宫,并设计皇上,并悄悄地爬上, 并设计皇上了龙床,还造成了已经怀上龙子的假象,终于实现了对复衡的报复,这样尔琴也稳住了自己在复查夹的地位。 这很毒的一剑三雕之气,最后还联合纯妃,贤妃,别的复查皇后跳楼自尽,二情的这一角色,要所有观众都看得牙齿都痒痒,甚至让人产生了弹入感,进而还上升到了剧外的人身攻击。 不过这也恰恰说明演员的演技精湛,深入人心,不得不说苏青真的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好演员。 接着再来看看我们剧中的女主魏英洛,她的扮演者是吴锦言,出道了已经有七年,在这个小花盛行的娱乐圈中,也算是个老演员了。 之前她的作品也拍了不少,但也一直都是不孕不火的状态,而魏英洛这一角色不再是傻白甜的女主人设。 要吃瓜的群众眼前一亮,吴锦言的长相算不上美女,但看上去比较耐看,剧中的魏英洛,凭借着自己的聪明才智,在宫中与歌嫔妃斗志斗勇,她先是与复查复合撒糖,组成复英CP。 后来呢又与皇上疯狂撒糖,还被称为伟龙CP,作为宇宙丽鹏的艺人,这样像不活动了呢,这样的演技也是在线的,能得到广大的观众体爱和追衡也是必然的。 言归征传,方姑姑这个角色,有几个人关注了呢?不记得也不足为奇,本来这个方姑姑一共就出演了没几集,估计,很多人都不知道她的身份, 她可是带了几亿投资进剧组的,既是演员又是投资人。 她还有另外一个身份,张子怡的嫂子,网友们有没有很惊讶呢? 虽然她同样出演了《演习攻略》,但貌似已经来了,她的出演并没有让多少观众记住她。 不过,幸好她投资了这部剧,应该是没啥赚的。 好了,网友们更喜欢《演习攻略》中的哪个角色呢? 欢迎大家评论留言哟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